记者中之凯台北报道,于天一家人最近动荡不安,李亚平直言心中恨透民进党某些人,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左报其中之一是工广集团董事长陈玉秀,于天也坦言证实是其中之一,周玉寇试图取得陈玉秀回应,但仅被告之人出国了,左航宗曝光在德国,原来前晚陈玉秀为台湾公十二营之夜, PTS XTICFF Night,赴德国慕尼黑,总经理曹文杰也出现,工广集团已参与该营展多年,今年更首要参加那一天,我便勇敢了国际核治计划,制作拍摄出乌龟女孩短片,以及负责主办本届亚洲区青少年评审团评选活动 今年营展比照BBC之夜,日本赏之夜,首度成功争取举办台湾公十二营之夜,吸引约300位全球而少节目制作同业参加,让世界看见台湾。 陈玉秀致辞时表示,希望透过晚会,与优秀的全球伙伴在BREXJUNES这个坚实的平台上牵起合作的手,一起制作更多的优质而少节目。 工广集团董事长陈玉秀,前往德国参与2018慕尼黑国际而少迎展。 工事提供 工事提供